以下片段,不要說年輕的你,我也沒看過 歡迎大家來到Key TV 看到一群穿著藍心藍褲的疑似足球員 在一個廢墟爛地停車場附近熱身 搞什麼? 筋隊嗎?街場嗎? 我們看清楚,這個一大把頭髮在這裡拉筋,熱身 哇,馬勒當娜 你看他多有趣,好像打拳Rocky一樣在熱身 雖然不要說他們的樣子很輕鬆,其實都很認真在爛地熱身 搞什麼呢? 這個時候是1985年,差不多40年前,一月份在意大利拿波里北面的一個城市叫阿基拉 大概距離拿波里20公里,是一個鄉下地方 踢著這個二甲的拿波里 在路馬的帶領之下,他們攝了過來踢一場表演賽 原來是一場籌款賽事 你看馬勒當娜揮手,其實他在熱身方面真的很認真 為什麼來到爛地呢? 話說原來他是需要幫助那位小朋友的眼睛要做手術,要籌款 在他的隊友,保桑尼的提議之下,馬勒當娜就說 好,我們一起坐大巴去這邊踢場表演賽 這個地方就是一些鄉下地區,也是一些比較有污染的地方 所以環境是比較差一些 但是他們都不管了,一於過來踢 其實當時在拿波里那個主席就 然後快利安勞,他說不讓馬勒當娜來踢 怎麼賠得起,有什麼事 結果馬勒當娜要自己摁了一千二百萬里拉 就是來買保險才可以來踢這場球 據說當時都很多人頭湧湧,有一萬人在附近聚集 看這場球 但是那個球場,香港都難找一個這樣的爛地場 觀眾席又不知道在哪裡 四條白界線也都不清不楚 你不要管了,總之馬勒當娜來了 也帶了一班拿波里球員 當時八四八五年度 他們陣中都有,譬如有費拉那那些 巴東尼那些球員在那裡 當日是一月份,挺冷的 看見那些小朋友凹到過頭了 那些頸巾 對面紅衣、紅褲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就看資料都沒有 如果你知道就告訴我 但是最重要就是看淺藍衣的拿波里 這一屆馬勒當娜剛剛來到拿波里 當然是很大件事 當年他是聯賽套第八的 看這個幾分鐘的片段 你會知道馬勒當娜是一個什麼人 不是說他只是肯出籌 為貧苦大眾籌款那麼簡單 我是想稍後一起看看他踢球 在這個爛地場他是怎樣踢 怎樣享受 這場幫他籌款 最後他是籌到二千萬里拉 剛才也說馬勒當娜自己籌款 自己買保險都賣了一千二百萬 好 鏡頭一路捕捉都是老馬 你看看就這樣爛地場 入球他都是扼實雙拳 很振奮很開心的 如果一個人真的喜歡踢球 其實去到哪個球場 應該都不會有所限制 揮了手 哇 這邊看到原來真的很多球迷 人頭湧湧 就是一堆逼在一起 不要說看球的環境差 其實踢球 再加上當時很冷 而且你看到這場比賽是下雨的 馬勒當娜飛到盡 雙飛 你看 這是泥漿地 現在如果你在香港 有這樣的場地 你踢不踢 你別以為他拉隊走人 踢了半場的時候 他就去停車場附近 不知道是不是更衣室 喝水 聊一聊 比數一點都不重要 也不關事 主要看馬勒當娜 剛才我說 你看看他如何享受這個爛地 自己帶著一輪 過一個兩個三個 面對龍門 壓一下架身過 送了地球入幕 對 球迷都忍不住衝出來 有些人都拿了傘 現在給我在現場 我也肯定衝出來 因為又沒有實力 又沒有白戒 這樣 那這邊 扭一扭的龍門 搞到這個龍門 都 喊了痛 不知是咬傷 不要緊 被馬勒當娜 這樣 假身 養過 弄傷 都可以 之後馬勒當娜 在納波利的年代 當然有他威水的一面 拿過幾多冠軍 自己檢查 出現 他在納波利的年代 押忍 押忍 出現 洞 押忍 佳 在靠北 到 你 勇